8月8号 华语超人期Life王张杰 空降重庆杜沙夫人拉相馆 为其全球首尊拉相进行揭幕 在现场众多星星们的卖力尖叫声中 红色幕布被徐徐拉开 另一个张杰出现在众人眼前 瞬间双截同线难分真假 接下来的行程 杰哥也是安排得满满当当 国内巡演即将开始 杰哥也是透露了 接下来暂定的巡演场地 已经现在定了 应该说是在伦敦还有米兰 分别应该是在10月1号和10月4号 都会有巡演 然后包括之后的这个澳门 应该是10月28号吧 所以有很多很多场 然后很多很多地方的歌迷朋友 我都有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去见到他们 伦敦米兰澳门巡演也接踵而来 姥姥相信粉丝们真的是尤尔弗拉 作为华语乐坛实力担当 奇迷可是遍布国内外 那不知道什么样的音乐 是更容易被国外市场所接受的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音乐做的是 真诚的 然后它的制作 因为现在其实 制作其实开始同步了 所以这点其实不用太担心 重要的是怎么样把中国的东西 融入进来 融合进来 在拉响节目仪式 也是有很多粉丝来到现场 作为暖心爱豆的杰哥 也是告白起星星们 对于歌迷朋友来讲 我跟他们取了名字叫做星星 也是希望他们因为 我的音乐 他们可以不要那么孤单 很多朋友都在 可能有些是比较内向的 但是有这么好的一个群体 这么好的音乐 大家聚到一起 会觉得更温暖一些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 找到那些跟 和我有故事的一些歌迷朋友 或者是他们 看他们怎么样变得越来越好 芒果拉新闻 这样有实力还宠粉丝的爱豆 牢牢想来一打呢 报答